剛剛唐老鴨他要怎麼做 就是他的先知出來的時候 手組礦 然後二礦用教室加工兵手 擋住那一波他就優勢了 好 第四把 上海膠炎 然後地圖左上角是我們的台灣窗 上海膠炎 上海膠炎 那最後下角是我們這一次的WCS 這個德國戰 德國戰WCS的四強 四強選手 他輸給我們的 他輸給誰啊 他輸給我們的冠軍 所以他是總亞軍 我們總亞軍 唐老鴨 那唐老鴨這邊是直接在門口放了一個水晶塔 他這個建築學看起來應該是要 兩個建築物把門口堵起來的建築 建築學 這看起來比較像這樣子 台鷹 雞排 吃不習慣 看不 台南 好 聖那邊 我原本以為聖要裸霜 他應該是 王蟲看到工兵過來 所以他選擇 先蓋一個狗池 因為他剛剛 剛剛這隻王蟲應該有看到工兵來 所以他蓋了狗池以後再過來去把這隻工兵趕走 這個 不愧是 潭蟲王Sam 這個反應非常的快 那我們唐老鴨這邊也是直接放一個水晶塔去干擾一下Sam 那Sam看要不要 他在等 這個距離 有沒有水晶塔是看不到的 但是他看得到 所以他等他的水晶塔取消 再去蓋主堡 但是這邊 唐老鴨這邊是有 把工兵拉回來 不讓他開礦 好 這邊 老鴨這邊是 兵營 毒孔 那等一下登的BY應該蓋這裡 這個建築學也是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先把其用一個洞堵起來 防守快攻會比較 難度會減少很多 好 老鴨這邊BY放了 好 那 前期的攻防大概是這樣 那前期目前是 雙方都 互相沒有什麼優劣啦 我看一下 是不是有殺到人 對 沒有殺到人 所以剛剛那個 老鴨的那個工兵還沒死 好 他這邊做一個偵察 那去看一下對方有沒有開山礦 因為現在蟲族打神竹 早期的 早期的鴨制對神竹來說是很致命的 所以他的偵察非常重要 那他現在看到那個 sen這個山礦還沒開 不過2分20秒還沒開 算是正常 所以他必須要再去看一次 到底有沒有開山礦 來決定說他前期的策略 所以這邊直接 這邊第一隻教士出來後 要做一個潛壓了 好 往前走 往前走 好 這邊要先救他的狗兵 這工兵 喔 救到了 工兵沒死 他也可以帶走一隻狗 那是他往前壓 順便去看一下sen有沒有開山礦 那我們看到sen這邊是 喔 雙獨爆蟲巢 哇sen這邊打出了一個非常 新的理解喔 在早期的時候蓋一下兩個 獨爆蟲巢的打法 那我們 這個台灣蟲王不愧是 辛海打了十幾年的老玩家喔 這個打法我從來沒看過 喔 他炸掉了 炸掉之後換了BB 喔 不愧是台灣蟲王 這個打法真的是連我都被騙了 連我都被騙喔 不愧是打了 這個辛海打了將近快二十年的老玩家 這個贊助思維就是和我們年輕小偶子不太一樣喔 好 sen這邊大量的狗往前壓 那 唐老鴨這邊剛剛應該是有去看到山礦是沒有的 所以說他這邊開始要做建築學把它堵起來 他是他 他是非常小心喔 先把門口大建築把他堵好 並且蓋了一個護盾充能器 我們台灣蟲王這邊 將他的打法改變了一下 喔 先知在那邊殺 哇 看來這個sen有點難打進去阿 這邊 這邊王蟲還被看到喔 老鴨這邊 又加速了第二隻的先知 這個等等可能就是等你的先知一射 他就把狗全部載起來 好 這邊要接力進來 接力進來 很多很多狗 很多狗 這是不是丟的有點失誤 喔沒有沒有沒失誤 丟狗丟狗 喔 sen是不是 不擅長 不擅長丟狗 這個狗看起來 是來戳的阿 哇 sen不愧是 打 喔 sen果然是來戳喔 這些狗都在下水餃阿 喔 這個狗全部 什麼都沒打到 喔 這個sen看來是要跟自己的雞排說掰掰喔 這個打法真的是 我從來沒有看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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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丟的這麼爛的喔 哈哈 怎麼可以 丟成這個樣子 哇 這邊被老 老鴨這邊搬回一層 目前比數打到2比2 沒關係 sen應該是因為 他臨時換了一個打法 他會不會想要使用一個 雙毒爆蟲巢的戰術 對但是因為 因為他臨時改變了想法 所以他剛剛那個打法 比較沒有那麼熟練喔 不過沒關係 我們 目前比數2比2 sen還是有可能獲勝喔 然後進入第五場 紅粉畢業層 沒錯